一位女信徒 见僧人们怎么都不肯收钱 急得快要哭出来了 因为她身上除了钱之外 一无所有 女人手足无措 追了很远的路 可却一次次遭到了拒绝 最终僧人们于心不忍 便赠送了一盘讲述佛经的光碟给她 女人终于放下了要给钱的执念 她眼中含泪 双手合十 默默目送着僧人们离开 各位好 我是卓然 眼前这群身披打满布丁的破旧僧袍 好浩荡荡行走在路上的僧人 是来自辽宁海城大卑寺的行脚僧 与其他寺庙不同 大卑寺有着特殊的规定 这里的全体僧人终生不得触碰钱财 寺内至今都没有设立功德香 还禁止前来礼佛的乡客们捐赠任何财物 每年八月十五官后 法师便会带着一众僧人 通过徒步远行 外出其时修行 十九年来 他们严格遵守律法 每名僧人都要背上五十多斤的行李 无论山路 土路 还是公路 无论严寒 还是库暑 全城都需要僧人们徒步前往 有时一天就需要走四十公里路程 沿途不住旅店 不住寺庙 也不住任何人家 所有僧人全部露宿野外 树林 田间 地头 桥栋和石头下 都可以使他们步到修行之处 而僧人们的其实有着严格的标准 早上九点之后 僧人们便有序地进入村落之中 三三两两结伴进村其实 时间不可太早 以免心生贪念 多起食物 也不可太晚 以防没有新鲜食物为难施主 而他们一天当中只吃一顿饭 过了十二点之后 便不可再进食 也不可再接受施主赠送的食物 只能接受一些清水 僧人们在沿途启示的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时遇到富贵人家 有时遇到贫苦人家 有时能要到食物 有时也会要不到食物 不管有没有要到食物 僧人们都会以淡然的心去对待 不会懊恼 亦或是失落 因为空波无石 意味着能让众生空无烦恼 起不到食物 反观内心的变化 其实也是僧人们修行的一种 得来的食物 也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位僧人 若是遇到有人闭门不见 或是直接拒绝的情况下 僧人们则平静地转身离开 既不卑微 也不刻意为难他人 在得到食物后 僧人们不会说感激之类的话语 而是祝愿施主吉祥如意 在行起的过程中 若是遇到女施主 僧人们则会保持距离 不只是女施主的面颊和手部 传递食物时 更不会有任何身体接触 小小巷道中 若是偶遇女施主 僧人们则会礼貌避让 当女施主通过之后 方可前行 一位90岁的老奶奶 得知她们一路远道而来 当即回屋 拿出了几个馒头 等僧人们走了 老奶奶又激动地扔下拐杖 双手合十 对她们不停扣摆 在信佛的人眼中 一辈子能遇到一次僧人 其实是非常稀有难得的事情 同时也代表了一种 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僧人们入院其实时 最多只能盛满三波 不可多拿施主的食物 一次不能超过七户人家 若是七户都没有起到食物 则说明自己的佛性不深 僧人教化众生吃素 既是为了让众生种上福田 也让其他众生免受屠杀之苦 而为了断出杀心 有动物形状和气味的食物 也不能接受 以免失去教化机缘 得知有僧人前来起时 有的施主还会专门骑车前来 奉上自家食物 遇到施主家里没有熟食的情况 他们也不可接受生米或者生面 因为僧人不可自己煮饭 而且拿走生食会被人怀疑拿去卖钱 他们斩断所有世俗的欲念 就是为了一颗绝对纯粹虔诚的心 度化众生 除了熟食之外 蔬菜水果也可接受 一位煤炭工人毕恭毕敬 拿着钱追上他们 想要为自己和家人结些善缘 但僧人们却连连拒绝 像这样的一大群僧人 好浩荡荡走在路上 难免会引起村民们的注视 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 看见这样的景象 忍不住激动万分地说 来到一处村庄的时候 一位穿着朴素的大爷坐在路边 由于没有食物 他连忙翻遍了身上的口袋 最终摸出一张一元的钞票 让僧人们去小卖部买点吃的 一旁看热闹的老人健壮 忍不住连连感叹 他活了大半辈子 第一次见到不要钱 只要食物的和尚 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出家之人 过了一会儿 那位大爷就端着家里的馒头出来了 虽然这些馒头加起来 已经超过了一元钞票的价值 但他收获的东西 却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 大爷高兴得合不拢嘴 正当僧人们要离开时 路边一位拄着拐杖的爷爷 连忙叫住他们 让他们也跟自己回家 取一些吃的 只见老人颤微微拄着拐杖 艰难地往家的方向走 还没进门 便朝老伴大喊着 或许是之前有过上当受骗的经历 老伴显得很是防备 老爷爷跟他解释之后 他的语气这才温和下来 另外一位在村口观望许久的老人 忍不住也从家里拿出了几块馍馍 即使馍馍又干又硬 却是老人家中午的伙食 其当食物后 僧人们不可独自食用 而是与众僧的食物掺杂在一起 之后再平等地分配给每位僧人 寓意着众生平等 在进食完毕后 僧人们还会在原地 留下一口干净的饭食 以便布施给其他需要的云云众生 途中除了村民之外 他们也会遇到一些开车的大老板 大老板们上来 就给他们递上百元大钞 第一次遇到不要钱的和尚 男人显得有些难以置信 他连忙让妻子找了点吃的 僧人们其实不允许收钱 同时也不能让钱碰到身体 在世人们被钱财利益捆绑牵绊的时候 出家人却清静自持 坚守内心的道义和原则 这样无欲无求的超我境界 让遇见的人都忍不住心生敬意 对于僧人们来说 不论是有钱人递来的好饭好菜 还是穷苦人家递来的寒酸盛菜 他们丝毫不会差别对待 就算是掉在地上的食物 他们也会一点点捡起来 放入拨内 一位老人起初看见他们满是戒备 连忙摆摆手赶走了他们 但在看到邻居们 慷慨拿出了两大碗米饭后 他又连忙把僧人们叫了回来 从家里端出了一大碗豆沙饭 之后又问僧人们 有没有什么纪念品或者是法宝给他 在歧视的过程中 僧人们是不允许携带法宝的 以免众人产生交易心理 出家人不做买卖 但却可以以结缘的方式 将佛法经文和光碟赠送给有缘的施主 由于大多数人很少遇见 像他们这样不要钱财 只要生饭生菜的和尚 因此很多人免不了对他们心生敬意 途中遇见一个年轻男人 他慌慌张张从兜里掏出钱 双手奉给僧人 看僧人们怎么都不肯收 又连忙去小卖部买了一些水果 一路小跑着追了上来 可如今已经过了十二点 僧人们不能再接受任何食物 男人并不气馁 又转身去买了几瓶水 但除了矿泉水外 其他饮料僧人们统统拒绝了 佛约人生有八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 愿赠慧 求不得 无应至胜 世人的痛苦大多源于此 所有的烦恼不过是欲望的不被满足 名利 钱财 健康 真爱 友谊 家庭 自由 人的欲望永远没有被填满的一天 学会放下贪嗔痴 学会与人生所有的遗憾和解 本就是生而为人的修行之一 大家说呢